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所以呢对这个怪力乱神呢我们应该是不要相信的 但是呢有些事呢他是用这个科学解释不了的 是吧比如说这个生与死你用一个科学的方式来解释 那你肯定是解释不了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 所以呢该学习科学还是得学习科学 但是还是信这个怪力乱神呢也得信 那比如说我这个身上就发生过这个事 在我这个小的时候啊我十岁的时候呢 我二姨家啊这个我表姐要结婚 那个时候啊农村基本上都是二十出头啊 基本上就开始结婚了 那么在这个送亲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车队呢有十来辆 我们呢坐的这个比较靠后的这个车手 什么车呢 火辣机 上面坐了十来个人 那么他们这个村在哪呢 在这个内蒙古的这个宝如乌苏镇 现在您可以去看一看啊 你的镜头啊 那边有一条河呢 叫这个霍林河 这个河的深度有多深呢 也就这个 您看着我这个折扇了吗 也就这个折扇这么个深度 不到15厘米 平时呢我们也都是光脚鸭子就躺过去了 那么送亲队伍通过的时候呢 哎必须得过这个河 那么送亲的车呢 头一辆是引导的车啊 那么第二辆呢 是这个拍摄的车 哎拿的那么一个相机拍 这个时候还是没有那个大的啊 都是那个小的 那么第三辆呢 那就是这个新婚的这个车 哎两对新人呢 坐在这个车上 等到了这个河的中心呢 嘿 这个车呢就陷进去了 它就走不了了 你说挺奇怪的啊 这个呀 其实用科学也能解释 怎么解释呢 因为前两辆车已经过去了 那么前两辆车过去的 那个车折印呢 哎 这个泥土都被翻出来了 导致这个第三辆车呢 没有办法啊 通行 结果陷进去了 这个也是可以解释的 那么这个 所有车上的这些壮劳力啊 都就是思高奋勇的去这个 推这个车 推到一半呢 还是推不动 后来呀 这后面这个车上啊 坐着我这个二姨 我二姨就说 你说这么多年轻小伙子 你看这么点 河都躺不过去 什么情况 是吧 那本来农村的这些 妇女们呢 其实都是很保守的 基本上不会抛头露面 但是呢 大家都好奇嘛 是吧 怎么车走不了了呢 是吧 都得出来看一看 我二姨看了半天呢 说这个我女儿出嫁这天 可不能落这个事 怎么办呢 哎 自己就撸胳膊挽袖子 直接就跑到这个水里面 就开始推这个车 就是从下面这么一周 就开始往前推 啊 这个您可别跟我抬杠啊 并不是把这个车给揉起来了啊 是这么一个姿势 哎 往前推 结果呢 没过这么十来秒 这个车就被推出来了 啊 这个事哈 嗯 确实有点邪乎 但是呢 嗯 怎么说呢 也有可能是 赶这个巧劲的 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一直在推啊 这个车呢 也一直在开这个马力 那么 正好这个车 出来的那个 时间段呢 哎 我二姨就过去了 结果呢 赶巧 车被推出来了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解释的 嗯 但是呢 后来比如说 我跟我这个 大掰了 二掰了 是吧 聊聊天 我说 您说当时你看 你们那么多大老爷们 都推不了 为什么我这 二姨他就能推出去呢 是吧 然后这个 我大波 二波 他们就说呀 你小孩子 你你可别乱说 当时啊 我们已经推了有多少时间了 其实已经泄力了 没什么劲了 但是呢 就拧着那股劲 往前推 没想到 你这个二姨来了以后啊 就突然间 就那么大的一个劲 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一个女的啊 结果把这个车给推出去了 这个事啊 放谁身上 谁都得伸透 但是呢 在咱们这个 比如说东北那个地儿啊 其实确实有这些 比如说 东北五大仙啊 红黄白柳辉 这五大仙家呀 也是真的有这样的 说道的 可能咱们亲身没有经历过 但是听很多的同学 还有朋友们呢 都这么说 挺神的这个 那么今天呢 想说的呢 并不是这个 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咱们国内呀 其实真的出现过这种事 而且央视呢 都播出过 什么呢 估计大家看过这个 撒贝宁时间 是吧 今日说法里面 那里就有一个案件 这个案件是什么案件呢 在这个吉林省 长白山市啊 有这么一个卖货的这么一个人呢 就说 嘿 最近这个老张怎么不见了呢 是吧 一直是见不着这个人 啊 就周围的人都说 啊确实啊 真没见着啊 最近 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 有个女的 就到这个警察局报案去了 说呀 在自己家这个柴后堵下面呢 发现了这么一件 迷彩的大衣 啊 上面还有写字呢 这个 警察看完了以后就说 嗯 很有可能是一件命案 于是呢 就到这个村里面 就开始盘查 盘查了一段时间呢 也没什么异常 就是知道这么一个 叫张永诚的这么一个人 失踪了 找不着这人了 去哪儿都不知道 啊 然后呢 这警察呢 就联系到他们家里人 你们来看看吧 啊 当时呢 这个张永诚的这个姐姐 叫张燕 就从这个辽宁省 火急火燎的过来了 这个张燕来了以后呢 就配合这个 长白山的这个警察呢 就开始 调查 他们首先呢 去了这个 张永诚的 租住的这个房子里面 啊 开门进去啊 这 锅网瓢盆啊 桌子椅子 被子柱子 那都是 整理的 整整齐齐的 没什么事 而且这个 抽屉里面 那几百块钱现金 也在 啊 那个时候几百块钱现金 其实也挺多的 啊 一般家庭都能过年了 那这个事 什么情况 有一个可能 就是 这个人 如果是被谋杀了 那么 凶手呢 并不是 谋财害命 这 喜欢看悬疑片的 您应该知道 就是 要么就是 仇杀 要么就是 情杀 这两种可能性 非常大 那么 这是初步的一个 检查 过了几天呢 还是没什么线索 又过了几天 这个张燕啊 就跑到这个 警局里面说 警察同志们呢 您跟我去一趟吧 警察就说 哎 怎么了 你是找到这个人了吗 没有没有 我昨天 做梦啊 啊 我弟弟托梦给我 说呀 他被人暗杀了 埋在了一个 铁路旁边 所以呢 您得陪我去看一看 这警察能信吗 是吧 您说 就这事 我听了 我都觉得荒唐 是吧 但是呢 哎 这个张燕呢 不信 不不 您一定要去 跟我看一看 这警察也是 没办法 啊 都知道 这个 姐弟俩 感情深 是吧 可能日思夜想 啊 那个 偶尔进这个梦里面 是吧 这个 情有可原 但是你这个 别瞎胡闹 是吧 但是这个张燕呢 不不 您一定要 无论如何 您一定要跟着我去一趟 那警察局呢 也没办法呀 去吧 就跟着 就带着他去了 哎 穿过这么个村庄啦 或者是 街道啦 啊 还有这个树林啦 什么的 过了以后呢 哎 到了这个铁路旁边 结果呢 这个张燕啊 就指着一块地儿 就说 警察同志 您快看看那个吧 应该就在那儿 我感觉 我直觉告诉我就在那儿 然后呢 这警察们 哎呀 那就去看看吧 是吧 反正来都来了 去看了一眼 您别说 还真有那么一块地儿啊 被翻过来了 其他的地儿啊 那都是整整平平的 就这个地儿 翻出来有点黑土 啊 那警察们就觉得 哇 这背景都开始发凉了 啊 那么 哇吧 别想了 开始哇 敢挖了两米左右 真就见着一个尸体 啊 一看呢 那张燕儿马上就知道 那就是我弟弟 啊 甭想了 那么 这个尸体 就找到了 那么 比如说 您是这个警察 您会怎么想 如果是我呀 我第一时间怀疑的 绝对是这位张姐姐 啊 为什么呢 哪有托梦这种事啊 是吧 打死我都不信 那么 警察呢 肯定不像咱们这种武断 人家肯定是这个 走访了 安查了 是吧 都得 有这个证据 他才抓人 当时呢 也没怎么惊动这个张燕儿 就这个安中调查这个人 后来发现呢 这个张燕儿这个人呢 其实 从这个辽宁出来 啊 来到这个长白山呢 其实 也是第一次出门 啊 平时就是一个村里的人 啊 那么这个 姐弟俩的感情 也特别的深 第一个呢 他就是没有这个 杀人动机 这第二个呢 他根本没时间 那时间不吻合呀 是吧 这张永成 消失的 这个时间 人一直都在这个 辽宁盛 那你说这个 八个案子打不着 是吧 那这个 嫌疑就排出去了 等这个 案子呢 到了这儿 他就是 断了线了 不知道怎么 往下查了 没办法呢 这 民警啊 就开始在这个周围 盘查盘查 盘问 后来呀 从几个这个 村民的 口里面就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呢 这个老张啊 就是这个张永成呢 也不怎么老是这么一个人 就是相当于隔壁老王 哎 怎么回事呢 跟他这个邻居 叫这个 刘晓琳的这个人呢 这个女的呢 哎 是个特别好的朋友 啊 什么平时 生意上 又是好伙伴 这个 生活上呢 啊 又是特别好的小朋友 哈哈 啊 那么 这个事啊 这警察就知道了 啊 那这个事是吧 得得查 来 问问这个 刘大姐 来 这个您说说 怎么回事 这个刘晓琳呢 她是一个女的是吧 你比如说 她杀了个人了 就 就拉到那么远去 埋了 不可能 如果是她杀人呢 那么 她必须得有个帮手 我就得问呢 什么情况啊 说说呀 怎么回事 是吧 问了好几次 这 刘晓琳呢 刘大姐呢 就一直 哆哆嗦嗦 什么也答不出来 嗯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是 捧敲侧击的问呗 是吧 哎 你老公干什么呢 哎 你这个 平时 捡点不捡点 是吧 后来呢 问了一下 嘿 真问出她这个老公的事了 怎么回事呢 她老公啊 叫顾大海 就是 在这个铁路上 工作的 而且 有一个事 是什么事呢 这个人呢 以前在家里面 藏着两把刀 这几天 突然间不见了 哎 这个事啊 您可是 说 说我要赶我 直接敲毙 但是警察不行 警察得有十足的把握 才能 啊 定你的罪 敲毙你 嗯 那么怎么办呢 找这个顾大海 问这个顾大海 哎 那个 2008年6月11日 你在哪 干嘛了 嗯 那他说 哎 我值班呢 啊 问同事 同事说 哎不 信户这老小子呀 他一直都是一个人之班 跟我们 搭不上边 不知道为什么 就那么一老实人 嗯 那么 这 没有这个旁证啊 是吧 没有作证的 那个刀呢 嗯 你得拿出来是吧 那好嘛 那顾大海就说 那把刀呀 其实我藏到这个 我弟弟家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开始查这个案子啊 这个案子呢 离我们家又这么近 啊 我 怕放家里面这个刀呢 你们以为我杀人了 那我就放到我弟弟家去了 结果这个 把这个刀拿过来呢 法医鉴定啊 那上面没有什么血字 你就是写的再干净啊 其实 没有这种 化学处理的话 其实根本就 没有办法把那个血字给清除掉的 于是呢 这个顾大海这个人的嫌疑啊 暂时 哎 就被 排除了 那么怎么办呢 就 开始找吧 再找后办是吧 嗯 还得是找这个 刘大姐 那刘大姐 那叫的朋友多呀 是吧 嗯 问来问去 还是问不出 这个 时候呢 就有这么一个村民呢 就说 您老是说这个 6月11号 这6月11号 晚上啊 其实有一个人 来我们家 跟我们借车子 说是要运这个沙子 这大冬天的 拉沙子干嘛呀 是吧 大晚上呢 还借车 那更有意思的是呢 这哥们把我车借走了 推回来的时候呢 哎 洗的被干净 啊 那跟新的似的 这我就挺奇怪的了 是吧 如果说奇怪的一件事呢 我觉得最近呢 发生的这个事挺奇怪的 我不知道跟你们这个案子 有没有什么关系 那警察您就 看一看吧 啊 那警察呢 多聪明了 来 把那个车 调过来 查一查 啊 就开始这个 发医 就开始在上面找 找来找去啊 嗯 还真给找到了 就在这个 车的下面呢 就找到这么一个 人的这么一个DNA 哎 完整的DNA 就被提取出来了 结果呢 一跟这个尸体 对比 那就是这个 张永成的 您看看 是吧 然后呢 就开始问 这个车是谁借的 嗯 结果呢 这哥们就出来 了 谁借的呢 这个借的人呢 姓韩 干什么的呢 也是平时跟这个 啊 刘大姐 做买卖的 啊 您要听清楚 人是做买卖的 哎 跟这个张永成呢 一样 只不过呢 这个张永成啊 是第三个备胎 哎 人这个 韩志刚啊 人家是正经八本的 第二个备胎 是吧 这个 那您到那说理一下 怎么回事呢 原来呀 这个张永成啊 人长得帅 个儿又高 嗯 这个 韩志刚这个人呢 脾气暴躁 干什么事呢 不过脑子 嗯 结果呢 这个刘大姐呢 就说 这个韩志刚啊 我跟你分手 我不跟你了 我跟这个姓张的 那么这个姓韩的 就生气了 是吧 啊 你这家伙是吧 啊 洗心研究 啊 这个来了个小白脸 把老子剃了 是吧 那我肯定不愿意啊 嗯 那么一来二去的呢 啊 这个 韩志刚啊 就怨恨上 这个张永成了 那么在这么一个晚上啊 也就是六月十一日 这个晚上 等这个张永成呢 跟这个刘大姐 把货骂齐了 是吧 这个 好朋友喝酒了 正好呢 回家 休息 哎 刚出了门不久 就在这个柴多子后边 这个 老韩呢 韩志刚啊 拿把刀 送背后过来 直接给他捅了 十来刀 就把人直接捅死了 捅死完了怎么办呢 哎 得运尸呀 是吧 然后呢 就把他那个衣服拔下来 扔一边 可能是也是 急忙跑的时候呢 这个张永成呢 把这衣服扔边上了啊 那么 这个老韩 到了别的地方 啊 提了这个车 把人呢 推着 到了这个铁路边上 把人给埋了 啊 是 到了这儿呢 已经是完事了 这个 元凶正主呢 已经抓住了 就是这个 韩志刚 老韩 哎 何必呢 是吧 那么 这个事啊 就是这么结束了 但是呢 有一个事呢 一直是解决不了 什么事呢 这个张燕 他到底是 真的托梦的吗 不知道各位信不信啊 我个人感觉啊 不可能 啊 是 我 我这个人也相信这个 怪力乱神 这一说啊 我也信 但是这种 托梦 而且这个 埋的地儿 他都知道的这么清楚 这个事啊 真的 打死我都不信 我个人感觉 一定是有人看见了 一定是有一个人 知道这个内幕 就把这个事呢 告诉了这个 张燕 但是呢 这个人又不好意思出面 啊 我个人猜测呀 还得是刘大姐 要么 就是她的邻居 好了 今天事就到这儿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